特朗普真是太焦虑了 自从特朗普重启中美贸易战后 他就不停发推 不停对外虚刀一些 让人觉得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 最近他对外界说的最多的胡话之一就是 中国的经济不太好 中方十分渴望与美方达成经贸协议 一个简单的数据 中国经济增速是美国经济增速的两倍多 到底是谁的经济不太好 何况2018年美国的成绩 还是特朗普重磅减税的情况下完成的 5月15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此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问 发言人耿爽直接就用事实对了回去 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6.4%增速超出预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去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76.2%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3% 但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了0.1个百分点至6.3% 这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被上调的国家 今年1月至4月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4.3% 其中对欧盟东盟等出口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中国的贸易伙伴变天下 中国正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世界各国都想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实现互利共赢 如果有人不愿与中国做生意 自然会有别人来填补空缺 腾爽指出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 拥有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拥有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 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会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 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坚定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美国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有没有影响 答案是有 如果真没有特朗普还会耍这个流氓 来威胁中国吗 但是一则这一影响远不如预期那么大 二则是中国完全能够克服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越往后中国适应能力越强 相反反倒是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 所以刚刚高盛集团的报告就直接搏斥了特朗普 报告说白宫加税成本绝大部分 将有美国消费者和美国企业承担 事实上在我看来 中国除了是全球第一大市场和第一大潜力市场拥有强大的工业能力 和众多贸易伙伴对冲美国贸易战的积极因素外 还有三大秘密武器没有使用 特朗普此时恐怕对中国的这三大秘密武器 是一无所知状态 中国这三大秘密武器是 一税收政策手段 美国2018年减税年 在号称宏观经济达到2.9% 增速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几乎没有征收 但全年赤字却大幅增长到了7790亿美元 2019年度更高 截止到现在前7个月赤字 就高达5309亿美元 按现在价势 美国年度财政赤字很快将过万亿美元 2018年 美国政府债务已经占经济的120% 一边是政府债台高垒 一边是减税和赤字大幅增加 这意味着美国财政政策基本没有什么回旋空间了 中国情况如何呢 中国在2018年大幅减税的情况下 2019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依然达到了5.4% 这是在个税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近30% 的情况下完成的 而增值税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这三个大头依然分别实现了 10.7% 29.3%和15.8%的同比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 如果宏观经济需要 中国税收政策依然有较大的弹性空间 根据今年1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截至2018年末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 如果以债务率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水平 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76.6% 低于国际通行的100%至120%的警戒标准 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4.96万亿元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初步核算数计算 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为37% 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 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 而2019年中国的预算赤字率只有2.8% 远低于美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只要宏观经济需要 中国在税收政策上依然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这一点远比美国强 二是政府主导投资 2018年全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5.9% 其中民间投资增长8.7% 国资投资仅增长1.9%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负增长4.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负增长6.7% 铁路运输投资负增长5.1% 水利管理业投资负增长4.9% 由此可以看出 国资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整体是比较慢的 而且这种情况过去较长时间一直持续 民间投资开始增长 国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缓慢 在过去几年 我国政府负债率被降低的情况下 在我国财政收入不断良性增长的背景下 很显然中国经济如果需要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来提振经济增长 中国财政有足够的能力 来推动国资的固定资产投资 从而带动整个社会投资的快速增长 所以相比美国 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更强 只要需要中国有足够强大的手段 来推动宏观经济进一步增长 中国的这个秘密武器 美国没有 三货币政策 中国的货币横侧怎么样呢 虽然中国的存款准备几率已经有较大幅度下降 但存款准备金依然有下降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 虽然我国存款准备金已经有较大幅度下降 这大大提升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释放能力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释放能力已经很强 但商业银行并未向外大规模释放流动性 如果需要这些流动性随时 可以根据政策需要释放到需要的领域去 另外过去几年时间里 虽然我国宏观经济在转型升级阶段压力较大 但央行并未使用利率来调控经济 很显然如果需要 中国央行是可以降息来刺激经济增长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美国增加关税会提升其物价 从而提高其通胀率 如此就会对其降息刺激经济产生影响 中国则相反 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会使得通胀率更低 低通胀又会使得中国央行 有更大的调整利率的空间来刺激经济增长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能不能与美国强加的贸易战硬扛 如此下去 谁扛得过谁 这不言而喻 特朗普现在显然不幸 他坚信中国经济不幸要求着美国谈判 那好吧 咱们走着瞧 看看谁最后撑不住 看看特朗普过多久 会像上次一样打电话到北京求和 这次重启贸易战 中国必然会更加不讲情面 因为已经人之意境 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真的要栽了 地道 地道 尤其是 又是 地道 感谢观看